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題中心PN 還有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特別去關注的 一些制度 文化 政策等等的問題 讓我們再看一些社會議題 社會運動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而能夠去看它背後的門道 我相信關心臺灣的一些文化資產 關心古蹟的朋友 大概都會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臺灣的有些所謂的古蹟 或是一些古老的建築 他常常在某些特定的時候 就會自燃或是會自燃的 自己燃燒以外可能會自動的崩壞 那當然這個在臺灣也有人做了 這個所謂的古蹟 或者是這些文物資產的 這些文化資產的這些 所謂自燃的這個 所謂的Google的地圖 那但是看起來是自動的燃燒 其實並不一定是如此 所以這部分的文化資產 是不是指定為古蹟 或者這些建築是不是指定為古蹟 其實常常引發各自不同的爭議 那在這個臺中神岡 有一個林俗景宅 也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化價值的這個屋子 那它去年年中遭到破壞市府列入 這個緊急的這個所謂的古蹟 可是今年五月的時候呢 又再重新開這些相關的文物資會議 又說它不是古蹟 也不是這個歷史建築 也不是這個指定建築 然後沒多久它又被拆了 那這個文化部又趕快緊急的介入 內飾的情形在臺灣 其實是不斷的發生 那我們都看到很多臺灣的 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可能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 它就莫名其妙的燒掉了 或是消失了 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組的規劃書 規劃師林中奎來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中奎你好 規劃師好 可不可以先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神剛林署警宅 這個拆除事件的一些前因後果 是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 這個是林署警宅 它還在完整的狀態的時候 它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背景 它大概是1930年代 那在當時因為日本的影響 所以有許多臺灣的士生 他們雖然住的是三合院 但是他們會在三合院裡面 用到非常多西洋的裝飾 就當時的將師會 包括就看到拱門這些都是 沒錯 像這種圓拱門 那它其實最早還有更漂亮的大山牆 那是一個比較巴洛科的風格 在1935年新竹台中大地震的時候 就倒掉了之後就修成平的 所以這是什麼時候的建築 這個是1930年 1930年的建築 那我們這張照片是1993年 台中市的文化中心 他們委託專家學者調查的時候 當時還有人在居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還是完整的狀態的時候 三合院的左右護隆都還在 然後鎮身也還在 雖然沒有那個三牆 但是它有非常多細緻的雕飾 還有很多它的家具 還有連著建築的一些構造 包括完整的圍牆等等的 門窗也都是台灣民宅 因為非常算是精品 那這棟建築物就是一直到 居住到 家屬居住到了去年的時候 首先我們是看到 看一下 這個部分 就是左護隆 先被拆掉 那左護隆被拆掉之後 因為它已經在非常多的 學者的相關報告裡面 都有介紹過 也一直不斷的在跟 台中市提醒說 你們有這棟房子 還沒有文化資產的身分 但是它非常具有保存的價值 所以左護隆一拆掉 馬上就有非常多的 為什麼會被拆掉 左護隆 因為我們像比方說 這張圖片後面的 這一些透天錯 就是他們家族有非常多的後代 然後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後代 早期的話就是護隆繼續往旁邊蓋 但是當代建築就會去往上蓋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一些透天錯 大部分都是他們家的後代 在附近新蓋的房子 後來又希望再蓋更新的房子 就用到了它的這塊地 所以拆掉了之後 就開始有一些民眾在網路上討論 說這個房子它目前還沒有文資身分 那希望台中市政府趕快去關切 就是希望讓它能夠有一個古蹟 那它一定是有古蹟價值嘛 只是因為沒有經過法定的程序 所以當時在去年 台中市就讓它緊急的 有一個所謂暫定古蹟 那時候是林家宏市長的時候 那文資法從前年大修完之後 暫定古蹟從原本的限期 一年要省就變得更短 六個月 六個月就是要 所以它可能有延長過一次 那到了今年五月的時候 差不多又過了一年了 在台中市開的一次文化資產 沈一委員會 那現在是盧市長 那委員最後的決議 就是決定它沒有文資價值 不但是沒有古蹟 也沒有歷史建築 也沒有文化景觀 就是任何一項文資價值 它都沒有取得 那所以它接下來的命運就是 它有可能就是會變成後面的 這樣子的開發用地 所以在網路上就是民間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 滿不合理的 尤其是在審議的過程 有一些訊息 一般民眾都沒有辦法掌握到 因為市府沒有公開 所以又大家在轉貼 或者是新聞的媒體的報導 在這樣的壓力之下 對於屋主也有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又護龍 在六月中的時候呢 又被拆掉了 今年六月的時候 就是前兩個禮拜前 對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只剩下 正身的部分 來看一下這是剛才提到了 去年先拆了左護龍 然後這塊地已經變成 這邊這塊水泥地 就是它本來走護龍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是護龍和正身轉角 因為這種老建築沒有人住 馬上就是會有很多的 職在就是蔓延在庭院中 所以這個屋子目前是沒有人住的 對 它現在是閒置的狀態 但是家屬應該都是住在附近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本來在正身 就是立面山牆上面 會有非常多很漂亮的灰泥的裝飾 這個是用灰泥跟洗濕字 就是日本時代會常常出現在官方建築 那台灣的這樣子也會模仿 所以很多我們去看老街的街屋的 就是立面就是要讓人家看到的正面 最漂亮的地方 都會有這種很細緻的圖案 那跟台中其他地方的 有這種西洋裝飾的明居相比 這個之間可以說是最漂亮的 就是可以看到有類似的做法 那相較之下 它的精緻程度是最高的 那有相較沒有它這麼精緻的 都已經是台中市的施定古蹟了 那個是在家族支持的狀態下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審議的過程 應該是有一些不合理 就是它竟然一點文化展身分都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張 這就是在今年的6月11號 後來又被人通報講說 誘護龍 對 連誘護龍都沒有 而且除此之外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漂亮的雕士 也不見了 被敲掉了 它原本是那種凝固之後 就是掛在磚牆上面的 所以是被敲除了下來 而且不只是這種比較明顯的地方 它本來有很多很細緻的 像是樓梯的踏街 它上面是有地方匠師的一些創意 比方說貝殼 比方說芭蕉 就是那種很 當地的匠師會用一些 他們覺得很美麗的一些裝飾 都不見了 有一些是散落在這些廢墟裡面 有一些是被拿走 那後來甚至在網路上 還有人看到說 就是非常明確的就是講說 林書錦宅的文物 如果有興趣的請跟某某人聯絡 直接拿去賣 已經流落到古物市場裡面 天啊 那這是另外一種保存 但是我們當然會希望 它是能夠在原地的話 是最符合它的價值的 像這個是特寫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原本的 這種很精緻的裝飾 其實這如果要談文化的細緻度 這都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商品的元素 但是它如果被拿走了 它失去了在這塊地它的意義 就相當可惜 那它的現況就是 因為太多人的關注 讓不管是媒體等等 所以中央也就是文化部的文化資產局 他們也認為說 臺中市的文化局 雖然已經做完了這個程序了 但是還有這麼多人覺得過程不合理 所以又給它一次暫定古蹟的身份 它現在又是暫定古蹟了 就是那個左右呼籠被敲掉之後 又是暫定古蹟 對 它現在從六月開始 可是在前面沒有敲掉之前暫定古蹟 之後大家覺得不是 那再敲掉之後 暫定古蹟之後 還會被認為是嗎 所以這原來的東西可能更重要 可以保存的東西已經不見了嘛 對 它是不是還是只有拖半年或是一年的生命而已 目前是半年 半年 那這半年裡面有兩種審議的方式 有一種是再回到台中市的文化距離 那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原本的這些 對啊 原本說這個你不是 沒錯 你要現在自己打臉 是很難吧 對 所以另外一種方法 也是現在關心這個案子的民眾 蠻希望所謂中央介入 就是文治法的110條 那中央介入其實它原本的條件是 地方政府不作為的話 它才可以介入 因為這算是地方 但是地方政府有作為 他就決定覺得這不是嘛 是 所以就開始討論說 地方政府先前的那個作為 是不是完備的 OK 比方說它在五月初審議的時候 那委員的名單 還有沒有公佈在網路上 其實是沒有 但是按照新的文治法 就是公民參與 這是文治的審議 應該是要先公佈 那後來公佈了之後呢 就開始發現裡面那些美角 比方說 當時去線刊 就是場地看這個房子 有沒有價值的那些委員 並沒有在開會的那些委員裡面 也就是說有到現場真的看到這個房屋價值的委員 他們的意見進到大會之後呢 人沒有進去 而是由其他的委員來判斷 那現在各縣市 但是都是委員 只是有去線刊的人沒有去開會 對 沒錯 OK 但是沒有去審議的狀況 就是誰在開那個會呢 委員裡面除了外聘的專家學者之外 各地方縣市政府的文治委員的組成裡面 大部分都會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所謂的官派 那這些官方代表 那這些官方代表 其實也就是市政府自己的各局處首長 那這些各局處首長 他們有講比較明白一點 就可以說是他們會去讓這個開會出來的結論 是符合他們當初預設的立場 因為人數夠 然後外聘的委員來參加的人數也是可以計算的 那最後如果他們先預設他沒有價值的話 在投票的過程中 可能用開會時間的選擇 或者是一些委員的不同的專業的挑選 然後選到那天有誰可以來 然後再開始進行投票 不過這現在都是你的猜測嘛對不對 不代表市政府他一定是這樣做 對 他自己舉不然的話會有點危險 人會被講說再回報 不過我講一下那天開會的 我們這邊有份這個他們的會議紀錄 他說審議的委員 就是文哲委有十五人嘛 然後這個案子就是這個所謂的林署警案子 其實有九個人出席 那經過出席委員四票同意 指定為這個試定古蹟 五票不同意 然後未出席 未達出席委員的三分之二同意 所以這個案子是沒有通過 是不會去指定成為試定古蹟 那也就是說這裡面有五票是不同意的 這五票不同意 我們會知道是哪些人同意或不同意嗎 問題就在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問題就在台中市政府並沒有 因為他有可能是不記名投票 也有可能是他會議紀錄沒有公開 那我們看到這份紀錄 在之後的更不合理的是 他四票同意五票不同意 那他沒有古蹟身份 現在來討論他有沒有次一等的 歷史建築身份 結果歷史建築是完全沒有同意 那這次會非常奇怪 如果有四個委員覺得他至少應該是古蹟 歷史建築在文資法裡面是 至少往下降一層也會同意才對 結果竟然沒有委員 這個很有趣 那也包含了有些委員是沒有意見 所以我們大概用猜測的要強調 可能在第一輪投票 然後古蹟結果出來之後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這個討論就結束了 也就是說有可能下面一層是沒有投票的 猜測 猜測 好 那有給理由嗎 就是不同意他是一個指定成為古蹟的理由是什麼 這也是第二個目前民眾覺得中央應該要代行的 這個不用給理由 只要投票結果就可以了 其實應該要 但是他有給嗎 他的理由 我看到是部分是我沒有看到了 對 所以後來有一些理由是記者去訪問局長 那個局長不是在會議中做成紀錄的理由 局長有表示說像這樣的房子在台中還有非常多 那也這個發言也被質疑 就是一方面局長本身並不是文字專業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其實並沒有非常多 我們看到像這樣的精品都是屈指可數的 那用這樣子還有很多的這個理由 顯然是不成立 這個我們可以用政府資訊公開法或相關的法規 要求他們把會議紀錄公開給我們看嗎 其實用文字法就應該 文字法本身就可以 對 修法之後是有要求 但是民間團體有去要求這樣的一個 一個他公開這些紀錄嗎 都在網路上有要求 都在網路要求 其實他們也看得到 如果他有誠意的話應該會自己講 對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他會覺得他比較被動 也許我們也許可以去跟他講 不過在這裡面有幾個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包括官方 官方就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然後也包括這個家族的持有人 這個房子的持有人 然後包括民眾 那民眾就包括像一般的民眾 以及這個文資的相關的團體 那當然還中我們剛剛談到的 這個所謂的文資委員裡頭 那這裡很有趣的是 看起來是民間的可能是文史工作者 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 可是反而是在官方 特別是在地方政府跟文資委員這個部分 看不出那個積極程度 而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相對之下也比較積極 台灣現況的結構 各縣市大概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那這個所謂的在制度上面沒有問題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回來討論這個話題 四處殘磚碎瓦梁柱倒成一片 另面圖騰只剩下痕跡 現場緊急拉了封鎖線 以及派保全員看守 台中神岡臨書警宅遭到五玉警拆除 當地居民說11號就聽到大型機具的聲響 當地居民表示11號當日被拆除後 晚間文化部文資局介入 緊急公告為暫定古蹟 讓老吳具有文資身分 台中神岡的林書京老宅記錄著當地的發展 10號公視現場拍攝時不僅外觀完整 例面都還相當良好 文化局會同專家現看之後 認為相當有保存價值 但卻過不了文資審議 屋主趁著還沒有文資身分時拆除 文史專家說 凸顯了老屋保存有不少困境 他們其實是將所有全人的保存意願 列為這個文資審議 有沒有機會留下來的一個考量範圍 文化部文資局 它這邊的中央 它有沒有辦法去協助地方的這些遭遇到困難的情況 它有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掌握 文史工作者認為 政府被私有財產框架住 溝通時機也太慢 而文化部文資局緊急化為暫定古蹟 也將檢視台中市政府文資審議是否符合程序 文化部表示文資局將以文資法將此案列為暫定古蹟 也將依法在六個月內要求台中市政府進行文資審議 但現況又護隆已經完全毀壞 也要和無主進一步在溝通 記者林建生 台中報導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管中祥 今天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在臺灣當有一些老的建築被指定 或是即將被指定成為古蹟 或是歷史建築的時候 它就會突然間的自燃或是自拆 也就是它可能原來的這些外貿 它會受到非常嚴重的破壞 那當然這不會是一個純粹自發性的事件 背後恐怕有很多值得 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因素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規劃師林中奎 來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中奎你好 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房子 就是臨屬景宅 其實除了這個建築的形式 有剛剛談到各式各樣的特色 包括它可能是一個中國式的建築 可是其實有包括巴洛科 很多西方的元素在裡頭之外 一個建築它有沒有價值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實就是到底住了誰 發生了什麼事情 臨屬景宅裡面住了什麼樣的人 它跟整個台中市的發展的關係 又是什麼 是 台中的這種宅邸類的文化資產 有一個特色 就是台中的大家族的人際網絡關係 非常的緊密 我們可以看到它本身跟厚禮的張家 張家是厚禮的望族 對 那他們是有姻親的關係 那其實台中的幾個大家族 從清代以來 不管是到日本時代 甚至到戰後 都可以看到他們透過彼此的聯姻 來維繫一些就是上流社會的 四聖之間的交往 所以早期指定的 我們比較熟悉的 像霧峰林家 神鋼的旅宅 小雲山莊 或者是壇子的災星山莊 神鋼的代夫帝等等 他們彼此之間都是可以 都是有關聯的 對 都是可以找到關聯的 所以我們看這些台中的宅邸 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就是在於這些人際交流 那他們其實跟建築硬體也有關係 比方說 剛剛提到的厚禮張家 他們家有一個古蹟叫張天基宅 它就有許多的裝飾 還有它設計的語繪 跟這一個林書錦宅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們都可以去推斷 雖然還沒有史料文獻的佐證 但是可以猜測說 有可能他們有用同樣的工匠 或是同樣的設計者 用這種方式去佐證家族的人際網路 那包括像 雖然這間房子後來 它是過戶給他的女婿 所以我們長期是將他承宅 但其實他本身在地方上 從日本時代擔任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職務 然後也是重要的地主 所以有很多家族成員 也相當的有名 包括像台灣有一個 非常著名的畫家叫林之柱 就是他的 算是他的職子 那林之柱他在台中 他以前是任教師範學校 他住的那個日式宿舍 現在也是歷史建築 也是受到文化資產的保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像這樣的房子 只留下一些最著名的代表的 像霧峰林家 像神剛曉雲的旅家 就是你沒有辦法看到整個 比較完整的 全貌他的關係 那早期的文字法會比較著重那種傳統的漢人 比較純正的中國式的風格 但是近十年來已經開始對於這種日本時代的近代 那他們仍然是過著這種漢人本島人的生活 但是接受的西洋文化 最近也開始對於他的文化資產價值 各地方縣市政府在給予許多的肯定 所以就他的各種做工 或者是他的那種細緻度 還有他們家族跟台中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 作為古蹟是絕對是有資格的 其實有時候你拆了一個房子或是砍掉了一棵樹 他其實不是只有砍掉了這個歷史的現場 他其實也砍掉了這個所謂的人民的記憶 或者整個社會的記憶 但是這個是從一個比較文字的保護的角度去看 可是如果有時候你回到這個家人的身上 對他來講他其實是困擾 就是很多的自然的發生 或是自裁的發生 有可能都是跟家族成員是有關 一部分他的時分是很複雜的 另外一部分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依照現有的這些文字法規 當我被指定為歷史建築 會被指定為古今的時候 我就慘了嘛 我在裡面要釘個釘子 或是我要去做一些整修 甚至我到後來要所謂的交易跟買賣 我可能都沒有辦法 那甚至會不會造成我的生活很多困擾 例如說旁邊外面就很多人來參觀 他不太會進入我們家 可是在旁邊外面會看 就我來講也是困擾 所以這樣的一個法律 是不是對於這些家人的本身 其實這樣的類似的困擾 也是他們覺得 我寧願不要保留下來的原因 沒錯 這也是我們常看到 屋主不願意保留的理由 的確剛剛有提到說 在文字法 如果讓他有一個古蹟的身分 他其實並不會真的沒有辦法裝修 但是 所以他是可以裝修的 對 包括像我們現在在使用的總統府 他也是國定古蹟 但是他會因為現在的需要 會有空調的設備 會有燈光 抽水馬桶 這種新式的設備要進去 但會不會我到時候釘個釘子 或是要裝個抽水馬桶 還要寫一大堆的申請書 申請書的用意是在於 你的整修是讓它的風貌不致破壞 所以其實不要把這件事情 當作是一個阻礙 當然可能在程序上 對一般的民眾不是這麼熟悉 但是它的最初的出發點是保護這個房子 同時留下這個老建築的過程 也同時讓使用者的未來 是可以有更妥善更完好的 像這樣子的協調 就是必然要進到文字審議委員會 讓老師們 像專家學者們來給一些意見 那個可以說是一個機制而已 但它並不會阻礙 釘釘子啊什麼 就是釘釘子也有不同的釘法 包括你要裝一個室外的空調劑 也有好看跟不好看的裝法 那我們如果希望整個釋榮 未來是朝向比較好的方向的話 其實這一些看起來像是 小小的手續上的繁雜 它這種不變其實是必要的 但是對於產權而言 它變成古蹟或不是古蹟 對於是不是持有這個產權 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它是私有產權的話 它變成古蹟 它還是屋主的房子 那可以買賣嗎 可以完全可以 還是可以買賣 是是 甚至在桃園我們都看到有案例是 家族也不願意保存 但是桃園市府去 那我就跟你用架構 就是我直接幫你買過來 然後讓你可以去用這個金額 去其他地方再去買你的房子 那也有一種是 我們之前常提到的 容積轉移的方式 那這也是政府為了因應這種 提高產權人去保存的意願 讓他用這個地方沒有辦法開發的損失 去讓他在行政區的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樓地板面積 如果他沒有那麼的麻煩 或者是他其實限制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 那一旦被指定成為古蹟 他其實是更有價值的 換成另外一個角度想這角度未必是好 會不會買賣的價格會更好一點 其實買賣的價格 照文化的觀點來說 應該是要會變得更好 但是這有一個前提就是 台灣的房地產市場其實是蠻極醒的 就是很多的房產是不應該到它的那個價格 跟我們全民的收入或者是稅資等等去比較 房地產有點過高了 所以政府除了去提供容積轉移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減稅的措施 就是你當你的文化資產 當你的建築或住宅變成了古蹟 可以在地價稅或者是房屋稅有所減免 但是這些減免 當他追不上房地產去狂飆的速度的時候 他的誘因就會非常的低 所以其實政府是有一些方法 可是這些方法不見得 對於所謂的持有人 他覺得是有利的 或者是覺得是方便的 足夠的利益 也許他不是錢 而是他可能是生活上面的某種的需要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持有人的本身的意願是很重要的 會不會有些文資文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這個神剛的這個例子來看 就是剛剛談到說 其實還有五票是覺得是同意的 然後五票是朋友 四票是這個是同意的 那會不會在不同意當中 其實有一些也是文資背景 然後他可能會考慮到說 人家家族已經很明顯的表達說 我就是不願意啊 那我幹嘛還要去為難人家呢 這也是就是政府 市政府裡面各局處的分工 有的時候有沒有辦法協調 那其實文化局他們所能做的 就是給予文化資產的身分 但是有關於就是房產地權的部分 他可能是民政或者是都市計畫 或是城鄉 其他相關單位要來支援 那文化局當他只有 他的工具只有 讓他是古蹟或不是古蹟的時候 其實是蠻難非常單純的 就他的文字價值真的很客觀的去討論 因為他們會覺得如果 產權人不願意保存 但是我硬要把他變古蹟 那之後產權人會覺得是 文化局造成他們的麻煩 那他們要去抱怨或是抗議對象 就變成是文化局 那其實官方也承受了滿大的壓力 那文化局其實並沒有辦法去做這些 那些家族的產權人的糾紛的協調 那並不是他們的權責 那並不是他們的權責 所以只好那就退了求其是在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對 在審議的時候 就乾脆把他審到沒有價值 而去避免了之後的這些困境 那這也是我們在 不只是這個案例 其實台灣的各縣市 有非常多的文化資產 像我們看到林書頂宅這麼漂亮的被產掉 其實像這樣精美的建築物 政府每年都有非常多在台北 在苗栗 在高雄到台南 甚至我們每個月都可以找出好幾個 那幾乎在台灣現在非常難解的 就是所謂私有產權 就是家族如果不願意的話 那政府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們有看到有一些 少數成功的案例 就是政府就真的花錢去買了 出一個家族也願意的價錢 那政府當然不可能 永無止盡的買下去 因為政府預算是有限的 但是呢 就我看起來它可能是一個過渡期 如果政府買下了這些房子 讓它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活化 包括它在裡面將來的再利用 在裡面做參觀或者是導覽 是可以讓政府的整個形象是加分的 然後讓整體地方的觀光是加分的 那當未來再碰到相似的爭議的時候 其他的家屬成員 其他的老房子的持有者就會看到 那個模糊人家 現在他們家已經變成是光宗耀祖 因為留下那個房子 所以政府提供相對應的價值 或是提供相對應的保障 是很重要的 甚至剛剛談到 就直接買下來也是一種方法 不過買下來就會涉及到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預算 其他的國家的預算 有專門在編列預算去買 這種所謂的古蹟的例子嗎 或是他們也許不是編列預算 而是他們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什麼方法去讓這個保 古蹟保存下來 因為我相信國外也一樣 會有跟台灣類似的產權的問題嗎 每一個國家的情形不太一樣 那我們舉一個 最近大家都有印象的案例 巴黎聖母院失火了 然後大家就全世界覺得 哇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很多人都還要捐錢去修復 對 財團是搶著捐錢 雖然最後有沒有真的捐出來 那是在說 但是他有喊說 我要捐錢的這件事情 對他的整個集團的形象 或是他的減稅 這個是有加分的 所以在法國已經變成是 保護古蹟變成是一個全民共識 那相較而言 他們的國家也用非常高的預算 去做各種 因為他們的古堡更是上百年的 城堡很多 莊園啊 或者是那種宮殿啊等等 很多那種都是所謂的私有產權 那就是靠國家 一方面是國家的政府預算 有非常高的文化預算 是在做古蹟修復 甚至馬克宏覺得說這個是 就是等於是他們的國策 就是我們很難很難想像說 台灣的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把文化政策 當成一個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這當然是有他們的歷史背景 然後他們的財團 或者他們大企業也覺得說 把那種慈善或者是這種 社會公益的形象 放在古蹟上面是有加分的 那另一方面我們可以 參考英國 它是有非常多的基金會 它的民間組織呢 是向社會去做募款 那用這樣子的很大的財庫 當作不願意保存的家族後代呢 讓他們有可能是補貼 或者是基金會跟他們買過來 那他們可能是用發行認同卡 或者是用招募會員的方式 讓捐錢的人是有好處的 比方說他們可以優先參觀 他們可以去參加古蹟裡面的活動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特有的商品 它也是說好處還是有榮譽 是是是是 那這就是社會的 集體的價值觀 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台灣發生這種自然跟自拆的這種狀況 大部分都會是在這個指定 成為古蹟前 歷史建築前 這也就是說 大概在會刊的一個階段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他只是去拆 那這表示我們的法律 是有一些漏洞的嘛 我們的文字法是有一些問題 這怎麼辦 大家都已經發那麼多次 為什麼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有 就是在這次的文字法修法之後呢 現在暫定古蹟給的時間會非常快 就是當易友人提報 然後當委員去現場看的當天 最好是當天就能夠讓他有一個公文在那邊 然後他地方政府呢 七天內要把他的所有程序 合備給中央 就是讓文化資產 這個已經是新的 對 已經是新法規定的了 但是 但是 採訪其實是很快的 就是這種物質的東西要消失 當民間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被拆了 到政府的專家學者的委員 約到一個時間 然後終於大家可以去看 給他在當天的那個暫定之前 還是有空中期 還是有個不知道 其實只要三天的時間 就是讓他們有機會去故宮 去找怪獸 或者是不小心發生了什麼意外 那這個其實永遠是 我們講說就是魔高一丈 當然對於產權人 就是不願意保存產權人 反過來講他們覺得想要保存人 想要保存人才 才是魔 對 所以大家是有一點在搶時間 那也是希望在這樣的搶時間 彼此之間給對方更多一點認同 就是現在常常就是用 因為一方面網路的訊息傳播很快 這是好事 這是優點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訊息在 還沒有一個機制和平台 能夠真正進入到討論之前 是用放話的方式 所以都會有些很情緒性的資源 或者是一些很激烈的動作跑出來 那在這樣一片混亂之間 然後突然房子就沒了 那像這樣的情形 其實文字法是已經有 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然後也已經試圖的去 讓工具上更加的去更加完善 不過恐怕還有個問題是剛剛談到 他在整個的溝通或是基本的 這些房子持有人的認知上面 可能還是有一些落差 或是還是不知道 原來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 那麼困難 那我想這是一個宣導跟溝通的問題 不過我想更重要就是預算 我所謂的預算就是說 這個政府到底重不重視 整個台灣的文化資產 那這樣討論下來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我們的政府好像看起來 非常重視這個私有財 但是實際上面又不是如此 因為剛剛談到這個對文化資產重不重視 然後對私有財保護要被徵收 很重要我們剛剛談到 是一個所謂的溝通跟宣導的問題 那重視私有財 我覺得當然是必須要尊重 可是在很多時候 我們政府好像又不是很尊重私有財 例如說科學園區的開發 例如說我們看到 一樣發生在台中的黎明幼兒園的事件 當他要去做重劃區的時候 當他所謂的這個整個去做 整個重劃規劃的時候 他這個私有財好像又不是很重要 這應該不是一個私有財與否的問題吧 感覺是一個剛剛談到的預算 剛剛談到的態度 剛剛談到的一個對文化的認同的問題吧 或者是說市政發展的藍圖 到底怎麼是市長要推動這個城市發展 最主要的核心 那我們知道台中過去一位市長 就是在他十幾年的任內 他非常重要的所謂政績 就是用重劃區的發誓去衛養地方派系 就是分配利益 然後讓就是整個市政有所發展 但是在這樣的思維底下 他們的發展相較的狹隘 就是我們傳統所認為說開馬路 然後蓋工廠這樣叫做發展 當原本的農地還有很多傳統的聚落 碰到了這樣子的發展的時候 通常是擋不住的 那即便是有些屋主 甚至他們自己願意保存文化資產 但是它的整個背後 是重劃區這件事情的時候 文化局其實往往很難非常公寓的 去讓這個房子真的是有 真正的被討論它是不是有文化這件事情 那也不只是台中這樣 當然我們知道台中之前有非常著名的 像樹德山莊 但是產權人自己還想要留 對 但是呢就是因為重劃區的關係 那結果他們就是最後審到沒有 也是跟這個案子一樣 沒有文化資產的身份 其實台灣的各縣市都有碰到了 都市計畫已經核定了 因為都市計畫通常都要走很久 結果有一個文化資產被忽略了 當它價值跑出來的時候 那前面的程序也不願意再重跑 包括像是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像是都市設計審議 那這些其他的局處都會非常強勢 這樣說市長就是要不一定是 他喊的不一定是發大財 但是市長就是要開發這個地方 市長就是要在任內 完成怎麼樣的政策的時候 有一個文化資產 常常變成是一個阻礙 那我們會看到各縣市的文化單位 其實也相較的弱勢 他們非常的就是有點 那個心態是覺得說 那我們來配合其他的比較強勢的 符合市長的開發方向的這些局處 來把這些文化資產省到沒有價值 變成是文化局 省到沒有價值 省到沒有價值 蠻可憐的是文化局 他們也很難完全按照文化的本位去給予 就是我們都覺得文化局應該是要保存文化 對 結果有一些文化局我們會覺得 他們也是迫於無奈 結果是要扮演一個 我來證明他沒有價值這樣的角色 那其實這會影響到 我們會看到貞傑到底在哪 是首長他 因為台灣地方現在首長的權力非常大 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就是他一上任 他是可以把所有的局處長全部都換到 就是他去任命的政務官 那他會去用哪些政務官 跟他選前哪些支持他的人 就是包括哪些財團 或是包括哪一些選民結構 是讓這個市長當選的 他要去回饋給他們 所以其實到最後又會回到說 整個台灣的社會到底有多少人覺得這是重要的 當文化保存的人相較入市的時候 他們的票數不被在乎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 像我們要去保存這些東西 會去找名代會去找議員 但是想要開發的自己的老闆 財產他們也會去找 對 而且他們的聲音又更大 其實更大的一個問題 是在於很多的都市計畫 早就已經先規劃 並且很多的預算是經過議會 或是立法院通過了 所以他在這些所謂的規劃之前 或者通過之前 根本沒有去了解 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 所以不管他是農地也好 或是百年的樹木也好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歷史建築古蹟也好 這些可能本來就不在他的規劃裡面 因為他從來沒有到現場 他可能在玩一個所謂的都市的發展的遊戲 他可能玩著一個模擬城市的遊戲罷了 所以以前的文子法利益非常的理想 就是非常良善 就是所有開發的程序 不管走到什麼 包括公路開到漢本的遺址 需要停下來 這是文子法給予提報人的權利 但是真正的社會現實 並沒有這麼理想 就算停下來 文化也有非常多的壓力 去面對它的程序的壓力 是沒有辦法真正的變成省到有價值 最後可能只是暫時停一下 然後把一些程序給補足 然後最後還是朝向開發的方向 所以現在在這次文子法裡面 又增加了一個算是補償的 就是所謂公有建築 只要是50年以上的話 都要先送文子的評估 然後才能再進行都市計畫 接下來要拆或不拆 這以前並不是強制性的 就是現在是變成說 你只要超過50年以上 以前大概也不覺得50年是多長的時間 但是現在的觀念會覺得50年已經很有可能 它是具有保存價值的 但是這個還是僅限於工有的 工股的銀行或是供營事業 那私有產權 就是在這個時候又變成是一個 好…我們要尊重私有產權的人 其實也是回到剛剛提到的 就是文化局它並沒有這麼多能力 去處理產權的問題 所以只好在所有產權的地方 先稍微的讓步 聽聽看產權人他們自己的意願 然後才能夠去 那這也是我們去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審議是空白的 就是只知道結果 因為其實已經答案先預設了 所以我們現在會希望 會訴求的是 至少就算最後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無力回天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 站在文化的本位 好歹讓它有一個證明說 它真的很有價值 只是因為什麼什麼原因 所以最後還是被拆掉 那現在是連這樣都還沒有 現在就是好像也要去跟外面講說 沒價值 雖然大家都知道它有價值 那我們是希望 其實政府還是有一些部門 或者有一些首長 能夠站在他們的本位說 其實私有產權 衝擊量整個看起來是一個工具 它只是用它自己縮嘴的一個理由 委員也是一個工具 對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整個台灣的文化 預算就很少了 整個文化部門 在整個政府的部門 事實上就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地方 其實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年看到一個 更糟糕的現在 就是很多的文化局 都變成文化觀光 我覺得它不是在做文化的保存 或者是那些所謂的記憶的流存 或者是怎麼樣去把這個 所謂的在地文化 讓更多人知道 它反而變成是一個康樂鼓掌 它反而變成是一個行銷的概念 這其實都是整個台灣的文化 受到非常嚴重的這種所謂的破壞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想很重要一個地方就是 一個城市一個國家 少了一個樹木 少了一個建築物 其實它不是那個建築物 或是樹木的消失 而是整個記憶恐怕 因此就會不見 今天非常謝謝鍾奎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鍾奎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誓願此夢 萬千奏